来朵花行吗 我这又没有礼物了 我献给您 我希望我就像这朵花一样 只要一搁到您手里 我就含苞欲放了 那给老师机构 您好 在下给您请安了 我跟你说 好小双请坐 请坐 咱们的体操是非常的美啊 是吗 那个动作矫健 多漂亮 好是好 但是就有一条 你必须有一个精神准备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你有个精神准备 什么准备 这个体操这个项目 是危险系数最大 受伤这个频率最高 训练周期最长 运动寿命最短 又最受裁判的制约的 这么一个项目 咱们我们这项目 还受什么裁判制约 要不然小双这回 起码两枚金牌啊 这都是裁判 当然这事 咱们咱就不说了 所以说他受这个裁判的制约 完了完了完了 小双店的小帅哥 裁判印象分都给拉下来了 你看我这模式 我能上去吗 我连铁牌都拿不了 我牛哥 有没有不受裁判制约这项运动 那有 那个中场跑 王军霞 王老师 5000米金牌 获得这 我就拜您为师了 但是 他每天的训练 这个强度太大了 几十公里啊 就是比赛 也起码了好几十分钟 他非常慢 非常艰难 那就请您坐下吧 那个牛哥 不是我是说时间几秒钟之内就拿到金牌的这个项目 您给我留一个好不好 几重啊 几重 战旭刚呢 战旭刚 小战 您站起来吧 三破世界纪录 好 战老师 但是 怎么又 他这个在比赛的过程中 必须要控制体重 他体重要下去 见了多好吃的 就你这个 哎呀 您这馋的 你给我住嘴 小战 您坐下吧 小战 你怎么说话呢 那到我的为人 你不知道吗 我逢拱的为人 是宁亏了朋友 不亏肚子啊 我 是不是啊牛哥 你有没有那种 吃得越多 饭来越大 货金牌 可能性越高的项目 哎呀 你还没说 真有 什么项目 72公斤以上的 柔道金牌 获得者 孙福平 真大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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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恳请您 收下我这个 不懂事的协生吧 对对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管 风拱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时一变 你做好准备 一会儿还得变 您坐下吧 我绝不变了 真不变了 我绝不再变 我跟你说啊 咱们孙福平 那你拜师啊 那你花儿做吧 你花儿这个 谁 那个小福啊 你直接给他就得了啊 我就别送 给老师 我替你去 还是咱俩一块吧 一块吧 我跟你说啊 孙福明这枚金牌来之不易 它是集体的力量 大家的合作 真的 它是光是陪练 就在十一二个啊 都是一百六十公斤的大胖子 真的 每天几百次的往地下 深地摔啊 太好了 朋友们 我小时候就爱玩这个摔胖子 我这次我一定 我也找俩胖子做培练 我这边一背口袋 那边一大背胯 我把俩胖子我摔成肉饼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那那那那你给老师 寄功献花啊 好了 您就啊 答应我这个请求吧 您就是我的老师 好不好 好 收下了 收下了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从今以后 我就是孙福明的学生了 你们出门啊 对我客气点 不然我是手可做虎了 风果 你理解错了 孙福明修训你 可不是让你啊 当他的学生 那当什么呀 当陪练 对不对 你说 当陪练 真当陪练 你还改吗 还变吗 你也太狠了 我 我不变我 我今天向所有的朋友表态 我逢宫 我绝不再变了 我回去好好说笑 还不行吗 我不变了 回见吧 大伙 他让优优优独秀 我最爱是你 高生 中方格 他给我的爱情悲笑 优优独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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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雨走了大半夜的山路才找到一台电视机 就在那时候他们通过电视机认识了谁是邓雅平 谁是孔令辉 谁是刘国良 这些孩子们特别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帮助自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 在云南电视台同志们的帮助下 把孩子们从四千公里之遥的小山寨接到了北京 接到了我们的人民大会堂 下面让我们有请孩子们和我们的冠军们见面 有请 好 这五个孩子呢就是我们57位被乒乓球队捐助的孩子们的代表 老师们带你们来的是吗 好 孩子们认不认识他们 这是邓雅平姐姐还有孔令辉哥哥刘国良哥哥 给他们鞠个躬吧 不是给他们带了礼物吗 好的 很漂亮的一个小包 里面有孩子们的成绩单 谢谢 好 那邓雅平是不是也给他们准备了礼物 这个是吧 好 这是什么 乒乓球拍我们签过名的 有乒乓球队员签了名的一个球拍 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 见过这个是什么吗 知道吗 乒乓球拍知道吗 知道 这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们 好 这就是 比赛开始以后 巴拉圭队急利用 检熟的脚下功夫 控制住了中场 并制造了几次 非常有危险的射门 好在中国队守门员 欧楚良表现出色 力图长直不失 中国队在稳固防守的同时 也四季发动反击 曹县东在第35分钟 一记凌空射门 险些敲开对方大门 上半场双方各无剑术 下半场进行到 第13分钟 巴拉圭队发动进攻 10号伯蒂埃尔 进区外突射冷箭 为巴拉圭队率先攻入一球 中场前10分钟 巴拉圭队利用 中国队大举压上 由17号斯皮诺拉再下一城 巴拉圭队最终以2比0取胜 并成为近两年来 第一支击败中国队的 南美球队 96菲利普中国足协杯 决赛比赛场地抽签仪式 昨天在北京举行 北京国安队抽到了 主场作战的权力 年度传入足协杯决赛的 两支球队 分别是卫冕冠军 济南泰山将军队 和上赛季联赛亚 在北京国安队抽签仪式